大家好 歡迎收看價錢投資 昨天大盤市場盤中跌了100多點 成績量比前兩天要放大許多 所以我說那是一個下殺取量的過程 對盤市的後市不見得是一件壞事情 它會縮短整理的時間 結果今天那個大盤 有沒有大漲 大漲100多點 很漂亮的八天轉折向上 太漂亮了 你自己來看一下 前天成績量600多億 上禮拜五的自息量500多億 所以當昨天下殺的過程 出現將近800億的承接量 老朋友 你要不要跟我站在買方 千萬不要把買點當賣點 就像昨天那個生技股 它跟著大盤一樣往下做修正 我相信有一些分析師 會全面的告訴你生技股 趕快賣掉 因為它開始看空了 如果你昨天接收了這樣的一個言論 生技股昨天砍低了 今天生技股全面你大漲了 你真的會來不及 所以這種只會見掌追掌 間諜縮疊的分析 對你的操作沒有任何進步的空間 因為它只會帶你追高殺低 但是贏家的一個操作準則 逼近高出 你說是不是這樣 所以這個盤不會太難 縱使這七天下來 我有讓會員受傷嗎 我有沒有盡我所能 一樣幫會員創造獲利 怎麼選股的 怎麼進場的 怎麼出場 我交代的太清楚了 你要跟得很緊 因為贏家真的是少數 好不好 這一檔康普 你自己看一下 形態量價籌碼 都具備買進的條件 同時我開始做卡位 這種綠色環保概念 全球市場都在做 看了半年 3月16號我開始動手 開始做買進 買在46 買完之後隔天大漲6.6% 我加碼 加碼在47塊半 這訊息我都跟你對時對價過了 你有沒有看到 我買完之後紅三兵 來到49.75 所以呢 發動的一個時間點 你來跟我卡位 你的資金 可以發揮到最快速的效用 不用等 買了之後 往上突圍啊 所以為什麼買進 加碼之後紅三兵 強勢波動式的一個標的 你第一個時間你要跟啊 火著上去之後的回檔 你會怕 上禮拜一根黑黑棒打下來啊 你敢買嗎 還是 你在上禮拜五 自己追在49.75附近的 你被洗漱場 我給你的方向就只有一個 整理完之後 他會馬上走高嗎 我會因為他一天的回檔 告訴你 趕快賣嗎 去放空嗎 既然一天的一個震盪整理 對他的未來後事沒有影響 我告訴你會再走高 你就跟我繼續抱下去嗎 講完之後隔天大漲 來到51塊半 什麼是講在前面 讓你印證在後面 不要每一檔都等著再印證 我希望每一檔 完整的波段操作 你都可以同步來掌握 這樣比較特動嘛 是不是 因為我是低進高出的贏家 所以禮拜二大漲之後 禮拜三的回檔 我說開始整理啦 我不會信口開合告訴你 康普馬上又會再走高 我如果這樣說了 你會打我巴掌嗎 因為不夠客觀 欠災悠悠悠悠悠 因為你有買四郎股票 所以你每天告訴觀眾 會漲會漲會大漲 這支股票 他要怎麼走 我在節目當中 我會秉實已告 這才符合我的誠信 實在的堅持跟原則 所以你來跟我合作 非常穩啊 為什麼 這支股票要怎麼走 我先告訴你 你會比較有所依據 因為我都跟你講在前面 你會有心理準備這張股票 如果會跌 跌到什麼位置可以買 我先告訴你 下來了你就敢出手 對不對 一張股票如果長到什麼位置該賣 我先跟你講 你就捨得賣 而不是一昧的見漲好高興拼命追 間諜拼命的砍 砍到最低點 你沒辦法賺到錢 所以他是不是開始整理 上禮拜三講完之後 他整理了4天 整理的個股操作難度當然比較高 所以我說這邊有價差 你當然可以這邊賣一下 這邊再接尾衝上去再賣 如果不會做價差 至少波段的賣點你要跟得很緊 那不是這樣 因為第一檔我帶你買 帶你加碼了 那禮拜一個大漲 我賣在50塊7附近 這個訊息11點47分 價位我都跟你對時對價過了 50塊半保證一定成交嘛 我大漲我捨得賣啊 對 你不賣 昨天下來你怎麼辦 對 昨天大盤跌了100多點啊 你怎麼看待這個盤是售貨士 如果你在這一波的一個 整理過程當中 有些股票你適度的做調節 那昨天大盤殺下來 那不是你的機會嗎 而不是滿手都套牢股票 昨天跌下來 等而已啊 因為都套牢啊 沒有閒置的資金 準備做低階嘛 但是我有一個操作 禮拜一的康普先賣嘛 那不管是禮拜二的一個回檔 或是今天的一個康普 的一個附近平板附近的走勢 所帶給你的是 你可以很從容的 告訴自己 今天或是昨天要不要做接回動作嘛 這種今天的康普 對收盤49.2 還是比我賣出的位置要低嘛 最高檔有買股價跌下來 你就很從容的不破 到底要不要做接回嘛 就是這樣做股票啊 所以這場車王電影是一樣 你看看 上禮拜二 我都藏紅吞噬攻擊了 我買在51.1啊 這個訊息 我都跟你對時對價過了啊 51.1保證一定買得到嘛 買完之後賺半根 賺完半根之後 隔天又大漲8.8%嘛 當天出現1萬張的成交量 我介紹股票 量大好進出 又好賺 兩天10千是幾%啊 我告訴你沒有量價背禮啦 很肯定告訴你啊 既然沒有量價背禮 代表他還會再漲嘛 隔天禮拜四漲5% 上禮拜五 55.6附近 減碼一半啊 對 禮拜五的動作啊 把這一段先賺下來 那為什麼要先賣一半 相當的一個嚴謹 目的就是為了帶給他們 最大的一個績效嘛 那不是這樣 所以整個車王店 我在上禮拜五 先賣一半 因為有另一檔 要上車 所以我沒有完全的看壞車王店一個走勢嘛 我如果看壞他的一個走勢我全賣了嘛 所以上禮拜五 車王店賣幾塊錢 55.6附近嘛 是不是整理 整理今天不是大漲 今天收盤價55塊半啊 跟我上禮拜五賣出的位置差不多嘛 所以 用心操作的結果 親愛的觀眾 你會感受到我一個誠意啦 我們是低進高出 對 七天的一個修正 我知道你也很擔心啦 對 空間不大啊 因為每天都是黑街棒啊 指數回檔了大概200多點嘛 但是我們的操作 不管是車王店賣一半 賺個10%有沒有比大盤強 對 康普這樣也有10幾%有沒有比大盤強 這些績效都不是空穴來風 我們都把整一個操作流程 全部的 公開的展示在你面前嘛 所以當他 昨天大盤盤上跌了100多點 我說我們賣掉的這些資金 準備買進這一檔 毛利率高達50%的基油股啊 你看看去年度第一季 毛利率45% 第二季44% 第三季來到47% 第四季已經來到50%嘛 這種高毛利率的 基油性的股票 趁大盤昨天回檔 跟我買啊 我不是告訴過你嗎 他五天的轉折 你跟我買 今天他會不會漲 當然漲了100多點 他當然漲啊 只是說成本還沒有拉開啦 我還不想公開啦 所以昨天大盤數 盤中跌了100多點 如果像這樣的一個基油股 你不敢買 或許情有可原 因為漲在盤 你會怕嘛 你會錯嘛 你錯在等我等在買 所以操作結果當然不一樣 但是今天一個大盤呢 你自己看一下 下殺取量結果 七天 洗盤很成功哦 今天剛好 12345678 八天轉折是不是向上 我常常跟你分析的費式轉折 有沒有道理 有沒有原因 今天轉折向上力道很漂亮 把前兩天的黑黑棒的糕點 都吞噬掉了 這個盤比我預期中要強 昨天 不敢買的 今天有什麼樣的基油股可以買 你清楚嗎 等一下 我來跟你分析一下 經驗度 最新的 VR的遊戲產業 到底有什麼股票 你今天可以跟我同步來上車 謝謝大家 再回到節目裡一個現場 都就會生蚊子 廢棄容器要儘速清除 多一分警覺 多一分自我保護 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瞭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投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巴菲特 巴菲特 運達投顧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清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 最誠信的編輯師 騎人蔡老師 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歡迎來到節目內現場 VR這個遊戲產業 是今年度最新興的一個產業 那目前在國際的一個遊戲大展當中 都看得到它的一個蹤跡 那市場上的反應 目前還不錯啦 只是我告訴你一個重點 你未來要看的是 VR到底有沒有辦法跟 微軟的S8 360 或是所謂Sony的PS4 相抗衡啦 你說要取代他們的一個地位 不可能啦 對不對 只要能佔有一席之地 VR的未來 這個新興的遊戲產業 所帶給你的 當然是利潤的一個掌握啦 因為目前來看還不錯啊 所以我們今天 買進了兩檔VR相關概念股票 好不好 所以整一個大宇之 這檔VR遊戲軟體了 為什麼今天要買 產業的未來前瞻性 我們都已經事先規劃好了 那到底要買哪些 跟VR相關的一個極優性的股票 那才是重點啦 好不好 今天為什麼要買它 好不好 這叫大雙底 今天它站上景線啦 漂亮啦 很簡單的一個技術層面的一個分析跟操作 你學過的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嗎 兩隻腳那麼漂亮 又成功的站上景線 今天現買現功漲停啊 9點14分 大宇之 VR的概念股票 124附近買進 經過兩分鐘哦 16分股價幾塊錢 123.5 同時你自己對時對價 124保證一定成交啊 過兩分鐘之後你看一下 124還有52張要賣啊 所以你認為這個位置買得到嗎 保證一定成交 慶隆老師在電視上所秀的訊息 就是會員收到的訊息 所以呢 不是你在跟我對時對價而已 我的會員 每天也是滿心期待的 拿出他的手機訊息 來跟我對時對價啊 這就是一個合作默契的感覺啊 有這種感覺 真的不錯 贏家的感覺啊 因為今天124買進了一個大宇之 買完之後 你看這邊都一二次讓你買 買完之後亮燈了 那不是很快樂嗎 現買現功漲停 大概賺了9%左右啊 那不是很漂亮嗎 不是很快樂嗎 對昨天給你預告了一個盤勢的規劃 我相信你聽得很清楚吧 回檔七天 剛好昨天下殺取量 縮短大盤的整理時間 今天剛好八天轉折向上 那既然八天轉折向上 當然還是有些股票可以買嘛 昨天來不及跟的 今天跟總可以吧 昨天沒有買大宇之 今天買總可以吧 是不是 所以這場大宇之 是做VR遊戲軟體的 好沒有 你不要以為這個遊戲軟體 跟之前的微軟或是Sony的軟體 一樣哦 主機不一樣 研發的成本就提高相當很多 不是幾十萬就可以解決了耶 做一款VR的遊戲軟體 是要上百萬甚至要上千萬的 目前國內 就只有大宇之 有辦法研發出來 VR的遊戲軟體 所以我買它 買就要買最強的嘛 同樣一個產業 底下的個股那麼多 對你不能每檔都買吧 你只能買最強的吧 是不是 那另外一檔是VR 零組件的個股維新 今天為什麼要買 整理三個月 今天型態突破啊 而且又出現兩萬一千張的一個新天亮嘛 依量先價型的概念 它還有沒有高點 我問你啊 量價不會同時到頂啊 所以今天的維新 尾盤當然攻漲停啊 也就是說今天的維新 不管你買在什麼位置都對 因為它接下來還有高點 這我今天第二段節目 需要提供給你VR 今年度最新產業的兩檔 不做性的一個相關個股 有得賺啊 不是沒得賺 那生技股的一個操作呢 你可以看到 我們在高價股的 綜藝跟志勤身上 如何用一套資金 把這兩檔股票的操作 花揮得淋漓盡致 什麼是一檔中原再換一檔 我們不是同時重壓兩檔哦 親愛觀眾 你自己看清楚 綜藝之前230有賣 212平台突破嘛 我有接回 那上去過程當中 或許你會認為 你沒有賣在230附近 好可惜 我認為該怎麼操作 我會講解的清清楚楚 你要的是一個明白 不能說是015的操作 是大賺小賠的一個結果 更何況終於我的賣點 雖然沒有賣到最高點 但是是一個獲利還不錯的位置啊 對不對 230沒有賣 那又怎麼樣嘛 缺口是一個關鍵性的位置嘛 缺口理論給你分析 如果不補算強勢它會再漲 那如果被補掉呢 跌破呢它當然會弱勢會下來啊 最重要的關鍵是你有沒有辦法事先 觀察出這個缺口會不會被補掉嘛 這就是明確啊 所以上個禮拜二講完之後 隔天23號 我怎麼告訴我會員的 12點鐘 告訴會員終於缺口不穩 守不住了啦 219賣啊 219先賣 當天賣完之後其實缺口還沒有跌破啊 23號嘛 我賣219收盤218嘛 缺口還沒有被跌破啊 但是如果你一旦看到它跌破了再去賣 你搞不好還是賣在昨天一個相對低檔嘛 是不是 我賣在上禮拜三219的缺口位置附近呢 是呀 你沒有跟著賣的 昨天幾塊錢 昨天盤中186.5耶 差了三十幾塊錢耶 今天開始反彈啊 那賣在這個位置 總比去強反彈 或是爆下來要好很多嘛 更何況 我禮拜三賣掉了終於資金 買禮拜四的 智勤 這是一個銜接性嘛 同樣一套資金 都是200多塊錢的生計股 我們沒有用兩套資金喔 所以我非常的 將會那個持股的檔數 控制在兩三檔的一個操作面 就是要讓他們一個資金效用 發揮到極大化 絕對不能建立一檔挨一檔 如果建立一檔挨一檔 你的資金被人家當作實驗屏 每天在追高殺低追高殺低 有用嗎 操作到後來一塌糊塗啊 好不好 所以上禮拜三一個綜藝 賣掉之後禮拜四就去買智勤 把握每次耗頂的利空 讓你賺錢的時機 上次你已經看到了嘛 這一次當然也不例外啊 買在229做接回的動作 接回之後禮拜五大漲5.3% 來到240 這禮拜一又大漲7%來到251 對 強勢的一個上漲來到波段高嘛 所以當他昨天回檔 我沒有閃躲 我沒有躲起來 我告訴你自行依然看漲 為什麼 他疑障癌的新藥全力金 投包率高達88倍 歐美已經上市了 台灣第二季要上市 全力金所帶給他的收入 可以讓自行 創造好幾個股本的獲利空間 所以他疊下來 我會躲起來嗎 我會告訴你趕快去賣嗎 趕快去放空嗎 看漲 是我昨天對於自行的分析 今天一個自行呢 有沒有大漲 什麼是講在昨天 讓你印證在今天 所以對於另外一檔 業績穩定成長的基油股 叫自身科 上禮拜三已經告訴過你了 出現新天亮的一個基油股 它又領先大盤創高 當天洗盤洗得很厲害 我說91.8不會是高點 接下來呢 隔天 是不是大漲3.8% 另外呢 今天自行科 又漲了5.1% 我為什麼告訴你 籌碼已經被鎖住了 經過這一根大量之後 它跌不下去 跌不下去 準備跟我迎接它 未來的一個破斷行情跟利潤 所以對於這樣的一個 強勢性的基油股 你有意願 有興趣 要賺大破斷的 懷你 馬上跟我聯絡上 明天見 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